我们就是把这个append进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把它print出来 发现这边其实有个换行 当然我理论上应该把它变更掉 但变更的话我不需要全部变更 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在这上面 append它之前 只要变更其中一个东西就好了 就是最后的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怎么变更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可以针对这个里面东西 这叫第12 它里面哪一个 最后那一个 所以你就怎样 最后那一个就中瓜 那index最后一个是4 它里面的词 你可以怎样 把最后那个词变更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存回去就好了 所以这很简单的写法 以后你如果遇到其中一个要去掉什么的话 那你就写成这样 我记得好像就写 写这样 它睡不掉之后再丢回去 意思就只修改其中一个 这种写法应该还蛮 蛮常遇到的 因为你可能你append之前 可能需要修改某一个 你如果不许 最简单的用法就类似像这样 我印象中好像这样 然后把这个再把这个print拿 把它注解掉 把它print看一下 最后那个会不会拿掉 最后那个不见了 有没有 这样就干净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只要其中一个需要变更的话 你就是变更完写回去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再把这个东西直接一次性的全部写入到 那个我们资料库里面 那当然如果有 音色音图如果已经有2的话 那我这边为什么有010 因为如果每一次都一样会变成有旧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边改一下也可以 也许改03 这无所谓 就是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那这个print就可以拿掉了 就不需要了 确定这个结果是我们要的 就是在串列里面会有一个串列 就是第一比瑞克 第二比瑞克 ok 那第三第四第一次类推 最后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结束的中瓜 也就是串列里面 它个别的资料形态又是串列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试试看了 这边一样用insert into 栏位很简单就用问号 最后的话把什么呢 把这个list3有没有 放到这个逗点后面 也就是exq many跟exq最大不一样是 后面会多一个参数给它 这个参数就根据官方还要的 所以我刚刚讲过 官方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一手资料 你也不用去别的地方找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中文的说明 结果现在最近是不是 他又把中文加进来了 ok 所以目前的话就是除了英文之外 当然有法文 日文 韩文 我印象中好像本来没有 好像我记得我几个月前在上课的时候 就一直跟同学讲说 奇怪为什么 这个中文的使用人口这么多 为什么居然没有 ok 是不是那个python官方也听得懂 听到就把它加进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切到中文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里面说明 其实还有更多 所以那个SQLite如果相关的细节 假如说你有遇到一些不太了解的话 而且我建议你可以先稍微读一下 这里面的官方说法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确定没有问题 我就把它新增一下 产生那个member03 看看会不会ok 执行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成功的 我把它切 我应该是locked 这个SQLite网络的缺点 就是如果你正开启 你如果要执行 他就被lock住 就没办法写入成功 如果这个时候的话 我成功之后 我再重新开好了 然后把它open一下 找到我们那个database的位置 再来member03 看有没有成功 应该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 没问题 总共也是一样 三个栏位 里面资料都有 但是问题是 现在已经放资料库里面 那我要怎么样 针对什么 里面的资料做一些应用 那一般如果你要做报表的话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有几种需求 针对文字 我可以找什么 比如说姓黄的啦 姓杨的啦 帮我把那些人的名字找出来 或者是说针对血型做分类 或者按照电话号码做分类等等 ok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等一下会来看 如何针对那个资料库里面 除了新增之外 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做查询的动作 试一下 护生发不消产 谢谢观看